马公势力幼儿园 113年强化教师专业教学活动 县外观摩 在马公势长黄建宗带领下 赴台前往德育学校 财团法人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进行了一场专业交流与教学观摩活动 这次活动由市长黄建宗协同基要秘书陈志谦 幼儿园园长郑淑貞 以及马公势力幼儿园的幼教保伙伴们共同参与 由德育学院翁敬平校长亲自接待 活动中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标志着未来在幼儿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 为马公势的教育发展 注入新的资源与契机 我们一般的观念当中 一般都是什么 用明火 这台是电子 这台是蛮高阶的 这些是很高阶的 然后这个是明火烤炉 这是咖啡 这边有真空机 还有那个打低空机 现在很流行的嘛 打低空 打输肥的部分 然后简单跟各位贵宾做一个报告 做一个说明 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 没有 全部都给你会看吗 对 会看吗 感谢 感谢 翁敬平校长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澎湖人 对家乡教育的支持与热忱令人感佩不已 他表示 希望透过此次合作 能为马公式立幼儿园的教学质量 注入新的动力 并强调教育 对于澎湖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这一合作 将进一步提升马公式立幼儿园的教学水平 让孩子们能够在更优质的教育环境中茁壮成长 数学 科学 然后语文 然后大半大半会在语文区 视听 会有 视觉的 听觉的 然后书写的 无非的话 还会有结合3C的 所以他们会做动画 那我们去年孩子也做了自己的动画故事 在毕业的时候 他认为校园最美的地方 那因为他们是未来世代 就是3C时代 所以我们也把3C引进在教室里头 他可以自己在画面上做操作 然后自己练习 跟老师用手机录故事 然后播放出来 在此次交流活动中 团队同仁还参访了 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附设的基隆市私立德育幼儿园 该幼儿园展示了 其卓越的教保环境 与饮食美感的实践历程 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分享了各自的教育理念与经验 尤其是马公式幼儿教伙伴们 透过食材的艺术呈现 完美诠释了视觉美感的教育原则 这一创意活动 让人印象深刻 观摩与合作不仅深化了 双方在幼儿教育领域的交流 也充分体现了幼儿教共荣共好的精神 未来 马公式立幼儿园 将持续加强与德育护理健康学院的合作 携手推动幼儿教育的新篇章 记者王海龙报道 好